手干不干净啊 来 算了吧 你还找别人给你挤吧 我先走了 那你行 你走啊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走 我送送你 送送你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陈思 她没事了吧 没事了 医生刚才跟我说 再有两天就能出院了 那明天 我就不给你送饭了 我走了 包 陆葳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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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李强那边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那唐红等着呢 也不能拖太久 还有搬家的事 你正好最近没事 你找找房子呗 我找了 符合你要求的地段 又够咱一家三口住的 那租金都太贵了 那钱我算了一下 都赶上越贡了 看来得抓紧时间买房子了 买房子就咱那点积蓄 也就够买一个小点地方的首付的 那也得买呀 总不能这样到处跑吧 行 我也看看 那我先走了啊 杨阳 你已经找到办公地点了 好 怎么样 登登 不错吧 不错不错 这个地方真不错 你怎么找到这儿呢 那还得感谢老唐 都是他给介绍的 这儿呢虽然是远了一点 但我觉得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最重要的是租金比较便宜 对 你要看着觉得行的话 咱们今儿就可以把它定下来 我看这儿行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一些 我手里的名片 有很多的客户 都有继续合作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以后的业务 不需要太发愁 但是眼下就有个问题 让我挺发愁的 你是说注册资金吗 还有四十万的缺口 这事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想办法 我也帮你走路走路 我有几个同学都是搞投资的 回头我问问他们 那咱们都得抓紧 千万别让这个机会给错过 好 你们家又搬哪儿去啊 爸 我刚才想在这附近找的房子 但房租太贵 基本上跟月供差不多 后来我就想着 要不然就买一个吧 哪怕小点呢 他找来找去 也没合适的 这我呀 我有个朋友房 我前两天去他家 就在夫妻 阳光也非常好 真的啊 那你帮我问问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喂 老钱吗 我吕坤啊 你上次讲那套房子要卖 卖没卖掉啊 不是我买 是我有一个朋友买 太好了 我们一会儿去看房 新学院 看了一步 你看这房产真价 全是我们的新年了 完了 我有两女朋友 正在办离婚 他们就没有婚前才成功证务啊 那我怎么办啊 没点啊 我们家发展证 没我的名字啊 那可不行啊 那不行啊 那不行啊 老板咱们说着 还不介绍你们家什么情况啊 嗨 桃红来了 今天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啊 我买单 桃红 这看你这样子 好像有什么喜事吗 啊 哎呦 何止是喜事啊 简直就是神清气爽呢 你们知道吗 自从我把雨菲的事情 没说了之后 哎呦 卧在家里啊 整个就是 杨梅吐气了 桃红啊 你看现在还没啊 那怎么行啊 桃红 你可以高调 但你不能跑调 no 你自己看 什么 这时代啊 只要活着 天天有新闻 我还好 只可怜那些 没有财产的女人呢 这到底是一定的法律啊 保护个人财产什么不对呀 我还在担心 将来我女儿 找个涂她钱财的上门女婿呢 现在可倒好了 没门 以前是谁的 以后也是谁的 那是个想靠着结婚 劫富济贫的男男女女 再也别做大梦了 哎桃红 你们家没事说吧 我们家怎么都有 这样的问题 我们老乡最疼我了 房子车子 都是我的 我看呀 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强大起来 抓不住男人的心嘛 就抓他的腰包好了 像你我 家里的财政大权一把抓 以后嫁女儿娶媳妇 婚前财产都公正好了 要么说必须得蒙当户对呢 以后的婚姻啊 没有感情奖 有的就是 所有的筹码放在桌面上摊开了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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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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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有点好奇啊 我 我 我再请你教一下 那 那如果 真有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办啊 找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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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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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你找谁 杨阳 杨阳 杨阳不在这儿 你是 公司 对对对咱们见过 我是杨阳同事 不是你在这儿干什么 哎呀 你别误会啊 你别误会 杨阳把这房子借给我住了 杨阳把这房子借给你住了 对对 哎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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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 现在这房子我在住 这是我私人的空间 你进来可能不大方便啊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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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是你的私人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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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谢谢 谢谢 来 声音乐 这个 发声音乐 好 来 来 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钟离 我会给你解释的 带我们换个地方行吗 我哪儿也不去 我和你的婚房在这儿 我们必须在这儿说 你怎么能瞒着我 把婚房都借给别人 你不觉得你那么做 太过分了吗 怪不得我想你怎么现在 都不跟我提结婚的事了 那是因为你把婚房 借给别人 婚房是我们俩的 就算你要做活雷锋 也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你到底怎么想的 好 那我实话告诉你 我把婚房借给刘公 不仅是想帮她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很怕结婚 你很怕结婚什么意思 钟离 你们俩的事 我在这儿不方便 这样 我跟你保证啊 只要我租到房子了 我马上就搬走了 那你们聊 你告诉我 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嫁给你 那样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从两年前我向你求婚开始 你就不断地用各种理由来推脱 今天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一句心里话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 你现在别问我这种问题 我现在就想听你说心里话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明白了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孩 在每次约会的时候 都要等她的男朋友 你的世界里只有数据 还有一个游戏 还有一个游戏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样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 我爱着你 但是我不能嫁给你 你真的什么都不明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明了 没事吧 能没事吗 分手了 别太冲了 杨阳是我的初恋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那位也是我的初恋 当时她条件特别好 追求她的人特别多 有长得帅的 有个儿比我高的 有比我有本事的 那人家为什么选择我了 原因只有一点 就是我能让她笑 我您没那本事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指的这个笑话 不是女孩子的单纯开心 是你能够陪伴她 排解她心里的压力 和她共同面对困难 让她相信悲伤过后 依然是晴朗不过 你明白了吗 你看你能做到什么 你每天让杨阳愁眉苦脸 跟你一起皱着眉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是高学历的人 这还用脑胶吗 你自己开动脑筋想一想 想一想你该怎么办 去吧 去吧 新婚姻法颁布银热议 对对对 老公可热议了 你给我讲讲 这新婚姻法是怎么回事 这新婚姻法跟咱家有什么关系 新婚姻法跟咱家能没关系吗 新婚姻法跟每一个妇女同志都有关系 你快讲讲嘛 你不知道我们妇女同志都炸了营了 你们妇女同志天天炸营 有什么新鲜的呀 真的真的 你知道吗 我们明媛会今天都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 你记得那小郭吗 刚入会的 知道 闹离婚呢 为什么呀 他们家所有的财产都在她老公名下 这新婚姻法一颁布 她就跟她老公商量 能把我的名字也加在房产镇上啊 她老公说不行 你不知道 小郭哭得有多伤心 真是可怜 我看这俩是吃饱了秤的 夫妻俩如果彼此都不信任 那结婚干什么呀 干脆别接 我跟你说 那吴太马上就问我了 唐红 老公 你家没这样的问题吧 你马上回她 你家才有这样的问题 你全家都有这样的问题 真客气 看了我的笑话 老公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甭话说回来了 你就告诉我 你绕了这么多圈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 我 我能想说什么呀 我就是跟你聊聊天 老公 想想看也是啊 你说 咱们家请了保姆 得好几千块吧 找个家教那就更贵了 只有我这个全职太太 既没钱拿 地位还最低 想想都伤心 说吧 说吧 我 我要说什么呀 谁知道你能说什么 人家跟你聊聊天 八卦一下吗 把心里想的 想说的都说出来 老公 老公 我 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比方 比方 我也跟小国一样 给你提个小小的要求 把我的名字嘛 也加在我们家的房产证上 我不是真想要啊 我只是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也不行 都老服老气的了 说这些有意思吗 我 我又没说真想要 那就是问问 问问也不行 连个念头都不能动 睡觉 你今天去没去向李强公司 还没去啊 我想帮朋友忙完再说吧 算了 我也不催你了 但是你矜持归矜持啊 你别让人等太长时间 我再跟你说个事 今天我有一朋友啊 给我介绍了一二手房 我去看了一眼 两居室 六十六平 小时小了点 但我觉得目前阶段 咱也够用了 来 地段特好 离欢欢的学校 跟副习班都特别近 你是不是有空 咱俩去看看 行 那你别太晚睡啊 你向李强的事 你考虑考虑啊 抓紧去 这早点呢 是啊 这早上起来 早点不摆着 李阿姨呢 李阿姨 李 不管阿姨的事 找唐红 唐红 唐红 老公老公 怎么回事啊 这大早上起来的 早点还不摆着 没人伺候我们了 这是怎么着 有人有人 我伺候我伺候 阿姨请假了 我来我来我坐好了 阿姨请假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好 挂了挂了 来 莫丁姐 这是你的心事的 来来来 妈 这是你的忠事的 老公 你的教学纸的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你用两个 好嘞 等会儿 老公 你常去吃的那家 五星级酒店 自助餐早饭 一个人多少钱 一百六十八一个人 怎么了 一百六十八 那你们三个人 三个人就是应该 五百八十四 好 五百八十四 什么买单 什么买单啊 没带钱是吧 记账 五百八十四 我说你这大早上起来 神经兮兮的 你干什么呀 你赶快去 把我昨天那个西服 干洗的那个 给我拿过来 好嘞 老公 我去给你取西服 不是毕业有车马费啊 这样 咱们很熟 我给你打点折五十 五十块 车马费 唐红 你还让不让你吃饭了 一大早就记账记账的 会不会骑啊 妈 会骑什么呀 我在这个家里 拾好几年了 妈 你说你请个阿姨 得收钱吧 一外卖也得收钱吧 我呢 来来回回 就那么两张透支的信用卡 人生都搭进去了 我还是一无所有 连个中产都没有混上 太完全了 所以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要展开我 全新的崭新人生 李强 我说什么来着的 她就是为了钱 才嫁给你的 你还说不是了呢 能 隐藏了十年 终于露馅了吧 妈 为了钱这顶帽子 我也戴了十好几年了 那行 既然是为了钱 咱俩就好好算算账 好吧 妈 我就从最基层干起 您说说看 您在家请个阿姨 一个月得三千块吧 那一年就是三万六 十年就是三十六万 我的功力也有十好几年了 对不对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不要这样跟我计算好不好 话要是说得这么难听 你住我儿子的房子 你是不是也要付我房租啊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住大豪宅嘛 当然要付房租了 您还在算上水电煤气 还有吃的用的好不好 那我也跟您算一算 妈 您看我生了孩子 应该算多少钱 外头待遇妈妈五十万起步 再加上 你说这个孩子生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请月嫂啊 是不是有保护啊 是不是有家教啊 一系列的钱 您把我吃的用的都扣出去 剩下的就是您给我的 那行了唐红 你这大早上起来 抽的是哪门的风啊你这是 我抽什么风啊 行了 你们慢慢聊吧 唐红 我的账 记在呛立强身上啊 看见了没有 这是你前妻 有房有车有事业 成功女性 我呢 没房没车没事业 什么也没有 不行了 这肯定是不行了 唐红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没想怎么样 我就想要 嗯 一点点的 安全感 你说 别吞吞吐吐的 你要什么安全感 你把话说出来 这 这安全感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好 那安全感呢 也就是钱了物了的 要不 这房子给我 你怎么 放 你当可妈的面 你说得越来越会下话了 我 我也没说一定要这个房子 我都说了我要点安全感 那 要不就 这房子加我个名字 我看你是昏头 妈 咱不吃了 这饭没法吃 真是的 你 我不跟你说 我又没做错 安全感有错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 好了吧 放心了吧 房子也看了 户主的手续也都验了 而且所有的手续 我们也都清楚了 只要是至高看房子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买了 太谢谢你了 宇科 你看你帮我找了这个房子 这上着班的 还专门为这事跑出来一趟 这算什么 其实你不知道 在我心里面 只要你高兴 我就老开心了 不早了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把门带着孩子 咱们再碰头啊 你喜欢我送你 不用了 不顺路 走了啊 再见 一脚油的事 哎呀 谢谢 谢谢 不急 好 你有没有 还不想 什么 你如果来 太可求 你 曼 很会 不忍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想到 我不希望你才做这份工作 我做了个数据模型 分析了一下 吹吧 甘心吗 真的要离开你最爱的数据了 我没有离开数据 我就是 不想再在实验室干了 我不想再没白天没黑夜地加班 会不会后悔啊 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后悔我怎么那么傻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 不就是为了给你一份好的生活吗 可是这样你并不开心 我问我自己我错在了哪儿 我觉得我脑子里缺了根筋 你 我居然牺牲了我们的生活去迁就工作 所以我决定去数据分析中心 我想让我们的生活回到原点 我想要每天接你下班 然后问你 想吃意大利菜还是西班牙菜 然后去看电影 总之 我不想让你再等了 杨阳 要不是你的那番话 点醒了我 我 我真不知道我哪儿出了问题了 谢什么呀 我住你们俩婚房也没说声谢谢 对吧 前两天带你嫂子去看了一个两居室 那房子这么不错 过两天就把你们房子给你们腾出来 不急 对对对 不急不急 不不不不不 到时候了 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 我们俩不打算办一个铺张浪费的婚礼 我说实话 我这心里边 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杨阳要那么办 我也没办法 听她的呗 杨阳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婚礼啊 不是奢侈不奢侈的问题 它其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仪式 对 这个仪式我当然要办 只是我希望我的这个仪式 可以和我们的建筑事务所成立 换在一起办 婚姻和事业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希望我的婚姻和我们的公司 都可以长长久久 对了 那你们的启动资金还不够 这 这要拖到什么时候去啊 注册建筑事务所需要三个一级的建筑师 人现在没有问题了 地方我们也已经定下了 至于注册资金的缺口 我们还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没有建 应该很快了 我让你睡 让你睡 你干什么呀你 你有完没完啊 从早晨到晚上 你张口闭口就是钱 你掉钱眼里了你 我就掉钱眼里了 我谈钱怎么了 谈钱怎么了 你要是觉得钱不重要的话 你给我好了 你又不肯给我 说明钱对你也很重要吗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你 我什么胡搅蛮缠了 我跟你说 你就是对人对己标利不一 我跟你说啊 要房子没戏 要不然认识 你不愿意洗完钱吗 你开个仗 好嘞 折现就折现 我就跟你算算清楚 行 咱俩结婚十几年了是吧 我十几年是不是把 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你啊 我十几年是不是把 最美好的身材都给了你啊 是 介于咱俩还有点真感情 行 我就给你打个折 这样 一千万就这数 不许变了 从今以后 每个月你再给我 三万块钱生活费 一分都不能少 孩子的教育 咱俩共同负责 一个人教育不好 另外一个人必须补上 家教嘛一个月两万 咱们计时收费 算完了 你这算的什么狗屁账啊 啊 有这么算的吗 那如果咱俩夫妻生活一次 你是不是也要收费啊 哎呦 那我还真得看心情了 哎呦 那你住我这房呢 你开我那车呢 那我还收费呢 哈 这个你要算钱 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 我妈很早以前就跟我说 说你这个媳妇 肯定是一个掉前沿的媳妇 嘿我还不信呢 结果怎么样 让我妈说中了吧 我就是真开脸了 我告诉你 好好的夫妻生活 你别给我整整窝窝 你要想跟我向里墙做生意 行啊 你学学销售技巧啊 好啊 十一年的夫妻感情你居然说成是做生意 好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别来这套啊 不用哭 一哭二闹三上料五没用 哭也没用 那行我就不哭了 就是嘛 你说你为了这套房子置于不置于 我再正中的跟你说一遍 这房子这钱我不是真想要 我之所以要 就是为了我的安全感 我不就是你的安全感吗 我不就是你的保障吗 我还没死呢 你要要什么呀你要 我是个俗人 这房子一天不写我的名字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吃不下睡不着 哎呀我闹心 我闹心我闹心 别闹了 你丢人现眼都丢到我前妻那去了 哼 我丢人现眼还丢到她那去了 我问问你 她要是跟我一样的 没车没房没钱的话 我就不信了 她谱还这么大 老公老公 老公 我要求求你了吗 你甭求了 求我也没用 那你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 不为什么 哼 是不是咱妈不同意 不是 那就是你惦记你前妻 你别胡说八道了 那你到底为什么 哼 我知道了 你就是好马要吃回头草 啊 你还是要吃回头草 你要吃回头草 你干什么呀你 你 我不管 你别打我了 行行行行 别打 你看 向远远 当年离婚的时候 我怕对不起孩子 就给远远办了 你怎么把这房子是圆圆的事 告诉她了呢 难怪她会气疯 妈 我也没办法啊 她话干话 这都是让她逼的呀 行了 柏林在外面等你呢 快去上班 这里交给我 拜托 多别走 这里交 婚姻 婚姻 婚姻很可能是个孤独片 我怎么觉得 我的婚姻 是个谍战片和悬疑一片呢 你隔段时间就给我一个惊喜 闪到了 闪到了 我还跟你闹啊 秘书 是你前小爷子 公司 有你前妻的一半 就连我住的这房子 还是你前妻的女儿的 你让我怎么都有孩子 闪了 李翔 上班就上班 帮我走啊 上班就上班 走啊 别闹了 别闹了 三十六度吧 嗯 体温正常 不错 你恢复得挺好的 适当的时候可以下地活动一下 注意伤口 有什么事找我们护士 喂 喂 为什么呀 她为什么那么着急啊 小招 怎么回事啊 卢女士 房主本人打算两个星期以后再签约 可是她突然等钱急用想尽快办 那行 那就办吧 好 我跟你讲下流程 如果你今天签了合同 你就得付百分之三十 然后过户的时候付百分之二十 最后拿到房本再全部付清 行 没问题 我都准备好了 那好 您坐 好 您坐 这一天 这是五十万出色资金 你签级的那些钱啊 拿去买一些办公用品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事务所就可以成立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事务所就可以成立了 这钱哪来的 这就别管了 肯定是来路清白 但是这资金需要迅速的回应一方 这我倒不担心 只要老唐的项目拿下 这个钱可以很快贵还 只是 可是你确定这个钱 拿出来没有风险吗 风险还是有 但是危机不到生命 赶紧拿去出厕吧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项目马上上马的话 施工单位找哪一个城堡商 你给我来 湘总 有位叫刘志高的先生找您 好 好 让你进来 湘总 你好 我是奴隶的丈夫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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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啊 每次见你 你都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说何必 欢迎来到公司 我介绍一下 杨阳 我的合作伙伴 这次我们俩来是跟您谈合作 你好 湘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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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小张 您慢走 好嘞 再见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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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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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去找她吧 去找她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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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博婷呢 家里都乱成这样了 我没让你回来 那也对了 汤红怎么样 闹了一天了 在屋子里不肯下来呢 我去看 我给你煲了汤 等一会儿你记得下来喝 好 谢谢妈 别闹了啊 起来吃点东西 不吃 房子的问题一天没解决 我就一天不吃 你就别难为我了 这会儿不是闹离婚吗 源源那么小 我怕对不起孩子 就把房子给他了 谁想到有今天呀 好 向里强 照你这么说 那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是不是 行 现在情况变了吧 你又娶妻又生子了吧 这房子的问题 就不能这么解决了 你即使不为我着想 也得为雨飞想一下 都是我亲女儿 我能不为雨飞想吗 咱家这财产盒子 就这一幢房子 那股票呢 现金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 有朝一日我真死了 这些财产 还不都是雨飞的 不会亏了她的 都是血亲哪 你都说是血亲了 大女儿有的 凭什么小女儿没有 一碗水总得端端平吧 放心吧 我一定端平 可雨飞现在才多大呀 多大 向李强 向媛媛有这套房子的时候 好像跟雨飞差不多大吧 向媛媛倒好 她现在有房子 又出国读书 我们雨飞呢 雨飞就是读个中学 还被你的前小姨子摆了一档 我们雨飞怎么这么迷苦啊 好 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咱不纠结这事了 把里片翻过去 你能不能靠点谱 我给我女儿征房子 有什么不靠谱 你靠谱什么呀你靠谱 你不是跟我说 刘志高到我这儿来找工作吗 人家带着个女秘书 是来我公司了 可人不是来找工作的 人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你说什么 刘志高带了个女秘书 当然了 你以为呀 人家是要开事务所大 你还这儿一天到晚的 给人找工作 你短事不短事 这能叫靠谱吗 我怎么知道 向李强 你别岔开话题 房子的事你到底咋想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呢 我 你 行 房子可以不加我的名字 真的 这就对了吗 这才叫一家人 必须加上向雨菲的名字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你 我告诉你向李强 这是我的底线 同样是女儿 同样是一碗水 那必须端平 要么大家一起喝 要么谁也别喝 你再商量商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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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先洗澡去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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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哥 哲哥 你这去没去乡里乡哪儿啊 你别睡了 我跟你说你买房子的事 哲哥 哲哥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敞开心肺 留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是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有时还不会迷失在某个路口 也曾经勇年放弃 对生活的执着 无论困境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拥走 只想和你相拥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回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敞开心肺 留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是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无论困境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拥走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回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敞开心肺 中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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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是愿违 纵然生活是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心愿 conserv 你的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